这个男人没有生病 但医生还要给他开很多药 然而地球上的药物对他没有作用 令人更加奇怪的是 吃香蕉不包皮 还夸赞地球的食物好吃 他叫波特自称来自遥远的K星球 具体多遥远 光需要走一千年 对着医生说着不着边际的话 甚至把他对得哑口无言 医生从未见过这种脑回路惊奇的 便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医院遇到了形形四四的人 而医生为了更加了解这个病人的情况 与他进行第二次对话 波特告诉他 自己可以看到地球的紫外线 在K星球有十个太阳六个月亮 所以造就出与你们不同的生理结构 医生问他如此之缘 你是怎么来到的地球 而且你长着人类的样子 说着人类的语言 波特告诉他 我是通过光速旅行来到你的地球 但是我指的光速 是超过光的光速粒子 你们的科技水平 还远远无法理解 至于我说人类的语言 因为我说K星球的语言 你又听不懂 说着又吃起了一根香蕉 医生看他吃得津津有味 有些怀疑平时自己的吃法 是否识破 而且见多识广的他 开始相信波特对他说的话 但理智告诉他 这就是一位病人 为了识破这些谎言 医生找到了自己的一位朋友 他是天文学界的佼佼者 想通过他来告诉波特说的 都是自己的妄想 而结果这位天文学家出的几道题 波特很快给出了答案 更惊奇的是 关于K星球是他们三位科学家 刚刚论证的事情 属于机密中的机密 当下让医生带波特来见他 来到天文台的波特 依然被大家嘲笑着 并让他现场演示一下光速旅行 为了让他更加的难堪 让他展示一下K星球的运行轨迹 随着写出复杂的公式 震惊的博士们 立刻将数据输入到电脑 懵逼的医生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发现运行轨迹完全的吻合 而且这个公式还解决了 双子星自钻石产生的震度 这是让无数学者 长期难以攻克的问题 没想到被他如此轻松地 给出了答案 波特告诉他们这些 在K星球 只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就像你们知道 地球围着太阳转扬 说完便又展示了一次光速旅行 来到了精神病医院 这些人都会发现运行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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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车